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也就不是特别在意了 但是年前做大扫除是为了辞旧迎新 最好能将角落也彻彻底底打扫一番 再则新年新气象 春莲窗花等最好也都换新的 若是继续用之前有损坏的发黄的春莲是不利于风水的 二 冰箱米缸为空不及 很多人习惯在年前将冰箱清空整理 这个是好习惯 但是整理完了应该要马上填充物品 冰箱米缸类都属于储藏物 代表的实录 填满了才象征加中来年衣食无忧 钱财满满 三 床不能乱动 床的位置对屋主气韵的影响较大 一般不建议频繁调整床位 像搬家搬床时一般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及时 床摆放不好或者质量不过关 容易摇晃或发出声响 则影响主人健康与家庭和睦 若家中有孕妇更不宜移动睡床 所以不可以为了打扫方便 在年节大扫除随意移动床位 四 这几个地方要注意 2021年并服方位在正北方 而五黄灾星在东南方 这两个方位最即红色 且移境不移动 因此最好减少家中这两个方位的 红色与黄色版式 以及鱼缸类物品 若大门或卧室的门开在这两个方向 以采用灰色白色的地点 或摆放白色黑色水晶化解 2021年太岁在东北方 三煞位在正东方 这两个方位属于至上至尊之位 太岁洗净不洗洞 洞则急凶出现 如果家中大门开在了东北方位 即成为太岁守门 有损太岁之尊严和地位 再者 人们踏在太岁之位进出 形成了大不敬 难免影响家人好运 若大门开在此位 建议埋藏金属钱币 请化解太岁福 5.迎春花卉有讲究 迎接新年 若要准备花卉 可以这样来 桃花梅花 可摆放在大门旁 表示抱春迎春 也是喜气象征 而茶花君子兰 可摆放在房间 寓意家庭和睦相处 富贵主 发财术等 则可摆放到客厅 象征富贵 来年财源滚滚 但家中值灾太多 会消减洋气 尤其更不可让腾万 布满屋墙 这些是衰败之项 2.家中应当清除的物品 1.清除古老旧物 若家中有那种年代 比较久远的家具 衣物 饰品等 或者一些来路不明的老物件 建议清理出去 因为容易扰乱家中磁场 不利于好风水的形成 若是家族流传的宝物 倒是不用这样忌讳 2.换掉后窗帘 阳光和空气 也是形成良好风水的重要元素 若是家中有不透光厚重的窗帘 建议换掉 室内光线暗淡 亦使人疲劳 提不起劲 也难以聚财 阳光代表财气 所以还是尽量让阳光照到屋内 厚重的窗帘 会把财气挡在门外 把晦气藏在屋中 另外 也可以在卧室挂一个珠沙葫芦 寓意并且远离 红韵自来 3.换掉这些植物 现代家中摆放绿植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对净化空气 吸收好韵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若处理不好 对韵势也是不利的 一般来说 枯黄的植物在家中会有衰败之效 另外 尽量不要摆放有尖刺的植物 一来容易造成滑伤 二来在风水上容易招小人 衰运等 一般是有目的性 针对性地去除某些不好的运势才使用 4.扔掉破旧植物 若家里有破掉或缺角的锅碗瓢盆 建议在新年一并换新 新年新气象 是拥有裂纹缺口的物品 除了有割伤的风险 也会影响财运而破财 3.过新年如何布置旺财运 注意的方位 固定的财位 住宅中有一个固定的财位 就是在进家门客厅的斜对角位置上 能够做到藏风聚气 如果这个位置刚好是在客厅和阳台的交接处 那财位就会和阳台连接起来 阳台会导致泄气 财位上的财气自然也会因此而泄掉 无法达到旺财的效果 所以新年要多注意这个方位 需要洁净为好 挂画法 可以在财位相应的地方 挂一些能旺财的图画 也是不错的方法 因为有的家财位不能放吉祥物等 但墙上有空间 那么就可以在墙上挂旺财的图画 这样所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例如符、鹿、寿、三星或是文武财神的塑像 三阳开态图、山水图、鹿群、巷内等 用于催财运、加强力度 客厅摆放宽叶绿色植物 扩叶类植物多利财运 在客厅大门对角45度位置 正是所谓的明财位 这个位置的摆设和采光都相当重要 要保持干净明亮 才能让财气涓涓不息 财源滚滚而来 在客厅摆放一些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宽叶绿色植物 如万年轻、龙骨、发财术、黄金格等 均可为家中增添生气 达到声望的效果 摆放招财、旺财等迹象物 卧室里如果有书桌、电脑桌或者床头柜 可以在上面放置一个招财猫或者黄水晶球 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是能够旺财的 特别是新年时可以添置 玄关处摆放新植物或中国节 玄关是指佛教的入道之门 演变到后来泛指厅堂的外门 玄关是客厅与出入口处的缓冲 而这里也是居家给人第一印象的制造点 从风水上来讲 玄关不宜太狭窄 要有五尺以上 不宜太阴暗 不宜杂乱等 一般说来 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布置植物也不少 摆放的植物要长青 要带有财运为好 比如像万年青和发财术就非常好 既能增加此处的朝气 也能让财神也喜悦 给家里带来更多的财富 如果不方便摆绿植 也可以用中国节为好 玄关布置好 玄关虽小 却能起到重要的风水作用 布置得当 能让家庭风水越来越旺 人气聚集 财运旺盛 所以新年期间 可以在玄关位置的物品 换些新的物品 这样也能起到利孕期的作用 古人讲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讲的是文人的气节 而现代人呢 不能居无竹 不光是因为竹的意义深远 更是因为摆对了竹子 可是能带来财运 所以新年时 可以在家里或办公室里 摆点富贵族 这样心摆的 能起到望运的作用 就要进入2021年了 新的一年 很多朋友们都希望 运势能够更加旺一些 尤其是财运 让生活更加的顺利 而新年旺财运 其实并非很难的事情 只要注意好 大佬上面所讲的新年风水 财运更加旺盛 新年里生活变得更美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